下午跟大家谈的道理是人造的新车 最近在想 一般的教会 就是说普遍教会的一个目标 从以前到现在 特别是在末世的教会 我看教会它大概有一个基本的方向 就是教会的发展 所以我上次跟大家谈过 我们在整个教会的事工发展 有一个课目叫做教会的增长 教会数目的增加 还有灵性的长进 信徒的成长 灵性的长进 所以它不但是数量增加 量的增加 而且它是值的成长 本质的值 数值要越来越好 所以这是一个课题 教会的增长 那另外一个是 教会的复兴 这两个题目 一般我们在 在探讨教会的问题的时候 非常喜欢讨论 因为它是一个正面的目标 教会的增长 还有教会的复兴 如果我们弟兄姐妹有稍微注意 我在应该算去年 去年的安息日 我来的那个下午 有一个系列跟大家谈复兴 教会的复兴 那已经谈完了 我不晓得 谈完以后 有没有互兴 好像没有 理论归理论 但是至少有一个目标 我想每一个 有心爱主的信徒 我们都义不容辞 心里会有这种盼望 希望教会的长进 不断的扩展 而且我们的灵性 不断的长进 或者说从软弱当中 兴旺起来 其实我们在圣经里头 我们看到大魏王也是一样 我记得上次 刚好我们那个 区安排来谈 那个一个教会的 宣慕事工的时候 刚好那个机会 有跟大家谈到 以利的时代 有没有 小撒母耳先知的时候 以利他当祭司 他在带领当时的教会 等于是说 当时圣殿的崇拜 因为在斯士时代 整个崇拜 很进入非常黑暗的状况 就是不开朗 不振作 然后时间太久了 等于是当时的 整个信仰体系 都是老太隆忠 刚好很巧 很巧的 我们可以用以利 这位宗教的领导者 来好像把他 看作一个类似 当时教会的体系 他年纪很大 那个以利的故事 很有趣的 年纪很大 他做 领导者 做士师 大概40年 那其实他活到98岁 所以很长的时间 他在带领当时整个 百姓的信仰的状况 那他很忠实 每天就固定到 圣殿他的位置上 所以说 他最先出现 就是坐在那个位置上 到他死掉 还是在那个位置上 往后跌倒死掉 非常鞠躬进瘁 一辈子就坐在那个位置上 往后地讲 他很忠厚 老实 很尽责 每天都是这样子 问题是 圣经后来想 他死掉的时候 因为他眼睛 年纪老迈 眼睛昏花 甚至看不见 当他跌倒 景象折断的时候 圣经也说 他身体沉重 年纪老迈 身体沉重 我这两天在想 你可以把以利 这个人 把他扩大 好像 因为他是 最高领导者 信仰的最高领导者 你可以想象 当时整个 圣殿崇拜的体系 就像这个人 老太隆忠 僵化老化了 已经不灵活了 任何一个团体 国家 或者教会 如果已经老化了 虽然还有生命 一点点气息 所以我觉得说 以利的故事 很有趣 可以看到 当时的整个 圣令崇拜 后来非常一样 他让两个 不争气的儿子 也做祭司 后来在战争当中 连约归都被抢走 约归被抢走的时候 以利的儿媳妇 男产 生孩子 他听说 约归被抢走 他的公公 他的丈夫都死掉 他就为孩子取名 以家婆 荣耀离开了 神的荣耀离开了 对以色列百姓来讲 约归不在 他们已经失去荣耀了 当时 圣殿 就是会幕 是在四螺 喜螺 因为所能们圣殿还没有盖 耶稣要进加难地以后 拜神地方就先放在四螺 那你可以看 约归被抢走了 四螺虽然还是一个拜神的地方 没有约归 他等于是一个空架子 就算 那个圣所就算不错 但是里面是空的 没有神同在 没有约归 虽然神是灵 但是至少对当时百姓来讲 约归代表神的同在 所以你看 那个物质界的圣所 里面没有约归 得是空架子 那就是失落的圣殿 失去荣耀的圣殿 难怪他没有生命 那读到这一段 以色列百姓的历史故事 有时候我会在想说 拿来比照我们今天的教会 有没有老化到 慢慢失去他的生命力 虽然表面看起来 还是每天做一样的事情 每天崇拜 每天侍奉 问题是 你就是千平一律 了无生趣 没有生命 他已经慢慢的 没有神的荣耀的表现 因此我想下午跟大家谈 大卫的一件事情 大卫引接野鬼 我们看一下 撒末记下第六章 撒末记下第六章 有关这个故事 大卫迎接野鬼的故事 在撒末记下第六章记录 还有历代至上十三章 十四章到十五章都有记录 历代至上的十三章到十五章 是最完整的 从前面一直到整个结束 很完整 那因为下午我时间有限 我只有取最中间最精华部分 就是撒末记下第六章 这一段更加大探讨一个问题 看一下撒末记下第六章 第六章 他其实这个第六章 整章也是讲 讲他的这个迎接野鬼 但是他有些来龙去脉 没有详细介绍 所以我们就不再补充 那我们先看第一节 大卫又聚集 以色列中所有挑选的人三万 大卫起身 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 要从巴拉犹大的将神的约柜运来 这约柜就是坐在两个基路坡上 万军之约柏流明的约柜 他们将神的约柜 从刚上亚比纳达的家里 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亚比纳达的两个儿子 乌萨和亚西约赶着新车 他们将神的约柜 从刚上亚比纳达家里 抬出来的时候 亚西约在跪前行走 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 在耶和华面前 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 和琴、舌、鼓、拔、锣 坐乐、跳舞 到第六节 到了拿根的河场 因为牛尸前提 乌萨就伸手 扶住神的约柜 耶和华神像乌萨发怒 因为这个错误击杀他 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 大卫因耶和华神击杀乌萨 心里酬怀 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萨 直到今日 我们先读到这里 一开始 大卫的表现 应该算可圈可点不错 大卫一直有心 一直有心 想搬约柜 恢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地方 因为在他之前是扫罗作王 扫罗作王是四十年 我们这个以色列历史故事很好记得 前面三个王都作王四十年 扫罗大卫索罗门 他们这样子 大概都四十年 很好记得 那在扫罗作王的时候 虽然他是第一个君王 老实讲 他的信仰普通 不是对拜神事情 不是很在意 不是很在意 所以甚至在他 他当王当中 他也不是很在乎 约柜到底流落到哪里 我们上次谈到 因为那个战争 扫罗纪上 第四章开始 那个战争约柜被抢走 流落到费力士人的地方 后来神亲自来行还那些费力士人 约柜所到的地方 也那些外族人都受灾殃 所以他们后来很害怕 就把约柜放在 他们去求问他们的那些 那个等于是他们的 占卜师那一类的 说应该怎么样来向 约柜华神赔罪 所以他们就叫他们 你们要准备什么 房金的礼物 然后准备 那个礼物是当作赔罪用的 然后把约柜放在 他们造的牛车上 那用两只刚好 有生小牛的母牛 来拖车 看那个牛 拖车往哪里走 如果回到以色列地 那代表说他们的灾难 就是耶和华正神 所施予他们的灾难 所以他们就 因为是费力士人嘛 所以他们也没有 什么道理的根据 所以他们就尽 可能的这样去 向约柏神赔罪 结果约柜就送回来 送回来 可是虽然送回来 没有回到当初 四螺那个地方 没有 牛车先到博士迈 后来博士迈的人 太随便观看约柜 太随便观看了 所以神也击打那些人 太不尽钱 后来他们很害怕 就赶快把他送到 别的地方 后来就送到一个人 叫亚比拿达的家里 这样就放了几十年 所以有人大约 大约估计 约柜可能在亚比拿达家里 可能六七十年 甚至有人说更长一点 将近百年 那需要时间慢慢去考证 但是至少几十年没问题 所以后来在大卫要做王的时候 他一直有个信念 他后来有谈 在扫罗的期间 我们整个国家 很少去找约柜去拜神 不重视 他觉得说很遗憾 如果一个国家 对特别是以色列民族 对约柜神的敬拜 根本不重视 连约柜那么宝贵的东西 都不重视 他们觉得这个国家 像一个空壳子一样 所以不管是国家 或者说圣殿的崇拜 都一样 不能只是一个空架子 所以大卫有一个心愿 可以的话 他要把那个约柜运回来 按照诗篇132篇 他有那个心愿 他到处去找找 为什么要找 大家都不知道约柜在哪里 时间太久了 太久了 最后找到了 就去从亚比拿大家里办出来 所以我们讲 这个事情的开始 大卫的动机很好 为了国家 国家要有神的约柜 对约柜来讲 要有一个适当地方去把他妥善的照顾 所以他有一种爱神的心 对于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太熟了 大卫应约柜 后来出问题 牛师前提 这个过程还有乌杀 用手去摸约柜 被神击杀 这个故事我们太熟了 可是我们要把他整个来龙去脉 而且关键性 你要掌握住 一开始我们必须肯定 大卫的心愿 绝对好 你看在他之前那么久 谁在乎约柜在哪里 谁在乎啊 都在乎自己啊 生活啦 连扫罗王也是啊 扫罗王一直到战争 很困难很危险的时候 才想说应该来向约柜 向神问一下 结果战争紧张了 他说算了算了不要了 所以就看出说他的信仰 对神是随随便便 虽然有神的观念 不是很重视 所以有人讲 各个时代都差不多了 真正很在乎神 荣耀 神的想法 神的计划的不是很多 总是少数 那透过这个事情 我们来衡量自己 我们今天又好到哪里去呢 我们出了自己的生活 我们有没有在乎 神的教会 神的荣耀 因为越贵代表神的荣耀 当时圣索 失去了神同在的荣耀 所以那个四罗真的是 没落 后来越贵一直没有回到四罗 没有 后来他就从那个 亚比拿大家里出来 最后 就到大卫城 耶路撒冷 那个地点转换了 那个就是没落 为什么没落 如果整个 以利家族 还有他的儿子 还有整个 我上次跟大家讲 如果以利算大祭司的立场来讲 儿子祭司 还有长老 还有全体的老百姓 都信仰糊里糊涂的 整个都很败坏 整个信仰体系都败坏了 难怪 神的荣耀离开 所以慢慢迁移到 大卫这边 大卫城 耶路撒冷 后来耶路撒冷 就取代了四罗的荣耀 所以我们说 大卫的那种心愿 其实很好 他做这个工作 很好 要迎回耶贵 然后有一个妥善的地方 我们在历代之上 十三章 十五章就讲 他盖了大卫城以后 他也为神 妥善预备一个地方 好预备 放耶贵 保存 他就是一个预备心 所以我们必须给他这种心 一个肯定 还有他做这个工作 肯定 那他问题出在哪里 其实我们看 我一直觉得非常可惜 萨摩尔记下第六章开始 他挑选三万人 有时候偶尔 偶尔我们可以从树木 来做衬托 看当时的场面 这个场面很大 三万人 我们说今天真言书教会在台湾 也不过全部 不管热不热心 全部才五万人 五万人大概打掉一半了 看有没有三万人 所以他这一 光是这一场宗教活动 迎接月会的活动 就光是这些挑选就三万人 非常大的场面 而且大卫本身以身作者 带领那些干部 去迎接 然后我们在那个第五节看 因为迎接出来的时候 非常高兴 很喜乐 所以如果不讲乌煞的出问题 不讲那个牛 牛惊吓的问题 你光是看这场面 大场面三万人 还有干部 还有君王以身作者 然后迎接 然后一路上 唱歌 歌颂跳舞这样子 非常喜乐 都是很正面的 所以有时候我会喜欢说 看这个 他用这种场面来衬托 问题是 大场面不见得都对 人喜欢大场面 喜欢大 我们早上谈那个 那个启示录十六章 第七晚 不是灾难临到那个巴比伦吗 那一小段通通讲大的 大灾难 大城 什么的 通通用大去形容 是对人的立场来讲 人喜欢大 人的心肝比较大 所以那个大场面觉得 哇 只要好像场面大了 好像就对了 不尽然 所以我们如果光看前面 场面非常热烈 你说他动机不对吗 绝对正确 做这个事工呢 好 我们如果谈到教会的增长 还有教会的互兴 我们必须谈到我们的动机 大卫的动机 绝对正确 没有私心 他为了神的荣耀 非常好 渴慕神 他也喜欢亲近神 所以他渴慕神 所以这个动机绝对正确 问题是 你不能只谈动机 有一次我在中部区 一个教会 一个长职 有一次他聊天 他就发表他的意见 他说任何神的工作 只要我们动机正确 可以不习手段 这样对吗 有乙病不对 所以马上有一个 有一个传道人听到他这样讲 马上说那怎么对 难道我为了爱心 帮助帮助善人 我没有钱 我去抢劫来行善吗 不对 作恶行善不对 矛盾了 所以你动机对 还要手段 就是方法要正确 你可以不 不可以说不习手段 只要动机正确 大卫这个就是动机正确 方法不对 然后他影响那么多人 场面那么浩大 我在看 如果不是神亲自 亲自阻挡 他们就一直错下去 也不会觉得有错 那这个又是说 爱神 可慕神 侍奉神这个名义 把他 把他引盖着 所以他真的是爱神 问题是他方法错了 方法错掉 他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看一下他将那个 第三节这里 就讲出一个问题 他们将约会 从雅比拿达家里 抬出来 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 那雅比拿达两个儿子 乌撒和雅西约赶着新车 我觉得这一节 蛮关键的 他们把约会放在新车上 乌撒 我们比较熟 因为后来乌撒 所去触摸约会 被神击打 在这里 乌撒跟他的兄弟 雅西约 两个赶这个车 这个就是问题 老实讲 方法不对 因为按照 按照圣经所记录的 约会 约会正确的搬运 是那些立位人 即使他们要用 用抬的 不可以用车 搬运 不管你路途多遥远 不管路多坎坷 怎么样 是不是方便 你不可以因为方便 你就改变方式 不可以 约会一定要用抬的 就他们把约会 抬出来放在车上 那为什么有这个放在车上 很多人在猜测 很可能 很可能 撒摩尔记下第六章 如果我们不要年轻 你要记圣经 都是第六章 撒摩尔记下第六章 是大卫搬约会 记上第六章 是之前 非力士人 要把约会送回来 他们所造的新车 因为他们没有 没有神的 的道理做根据 所以他们去找那些 找人指导 人家就告诉他们 你要坐新车 用牛车 这样拉 约会 所以他们 他们就用他们的方法 非力士人是外族人 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节 撒摩尔记上六章七节 六章七节 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 将两只未曾富二有辱的母牛 套在车上 使牛犊回家去 离开母牛 以下省略 所以在这里是 非力士人 非力士人 他们所采取的方式 人家知道他们 要造一辆新车 这造当然是人造的 所以不错 造车 新车 旧车还不行 因为有新 人家就觉得不错 新车 问题是人造的 那非力士人 他们就按照这样子 把那个赔罪的礼物 也放在上面 然后把夜櫃放在车上 然后让两只母牛 就拖车 看 因为母牛 母牛刚生小牛 而且他们没有富二过 这个很有趣的 这是另外一个道理 第七节 两只未曾互二的 犹如的母牛 没有拖过车 没有互二 没有经验的 照理说 他不会拖车的 而且现在又是 生小牛犊的 现在把小儿子 关起来 然后让母牛去拖车 让他们母子离开 一般有这个亲情关系 母牛不愿意 不愿意离开的 他现在故意把小牛 关着 让母牛去拖车 结果母牛 边走边叫 边拖边叫 舍不得 有亲情 虽然是深处 有亲情 你看 违背亲情 代表说 这一段路是神在带领的 要印证 约会不是凭空 出现在费力失地 那个灾难 不是凭空出现 是神的灾难 所以母牛就拖着车 一旦边没有经验 一旦边有亲情 他还是继续往前走 走到博士迈 所以这个 用车搬运约会 是非利式人的方法 那非利式人 有没有被神管教 没有 因为他们是外族人 他们根本不懂这些 绿法什么的 也没有根据 他们只是用他们的 能够去赔罪的 最顶级的方式 把约会送回来 那因为他们没有到底根据 神不追究 只要他们认错赔罪 他们没事 问题是 大卫还有这些 以色列人 是神的选民 要怎么样去搬运约会 早就讲出来了 在民宿记 立位生命记里面 那些摩西早就交代了 侍奉神 如果说你用 用民宿记的那个故事 或者立位记 或者生命记 都可以看得到 约会 要用抬的 绝对用抬的 而且不是随便人都来抬 不是 有特别指定的 那是在立法 神的道理早就定出来的 结果现在呢 大卫是很热心 动机很好 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啊 问题是方法 跟道理不合 你看神会让步吗 没有 神可能暂时允许 一路很 让你走得很顺畅 一个阶段 很浩荡 可能蛮激励人心的啦 又是新车 又是把夜归运回来 不是皆大欢喜吗 太高兴了 有时候我们透过这个来看 今天教会 因为大家都很期待 教会能够很希望 很发展 很复兴 所以我们会想尽办法 你会考虑 会用心 去策划 当然都是好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所有的脑力激荡啊 你的经验 你的智慧 你的结晶 呈现出来以后呢 神也认同说 这个很好 不违背神的道理 我觉得这样子 你所呈现的那个智慧结晶 帮助教会发展 或者互兴的 那个理念 才更有价值 我们做一个插播 当时摩西 他在领导以色列百姓 进入旷野以后 最早先 在出埃及记十八章 他一直处理 除了带领以外 他处理百姓之间的 很多事情啊 所以出埃及记十八章讲 他一大早坐在位置上 然后很多百姓有什么民生问题啊 诉讼问题啊 都要解决啊 大家排队 大排长龙 排一整天 他也是 他很辛苦啊 他虽然坐着也很辛苦啊 一个又一个这样 一直处理一直处理 整天非常劳累啊 后来他的岳父啊 一看到他 他说你做什么事情啊 他也没有效率啊 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 那个也不错 叶特罗 我给你出个主意 如果 神也觉得这样好 你就按照我讲的这样去做 他这个最宝贵的是说 不是那个主意内容 他是说 我出这个主意以外 如果神也认同 我这个主意很好 你按照我这个方式去做 这个叶特罗不简单 其实他 他局外人一看就 一眼看穿 所以他跟摩西说 你做什么事啊 太没有效率的 太笨了 我们说圣经里面 两个很伟大的 行政管理的人员 当时是没有这种名称 现在是我们的 我们的称呼 这个时代流行的 行政管理 一个是尼西米 尼西米记得尼西米 他要重修耶路撒冷圣城 他动用几乎所有的人 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人力财力之下 他做行政管理 很优秀的 成功了 另外一个就是摩西这一段故事 那摩西这一段呢 是他的岳父跟他出主意 从此他就分成负责 找千负责 百负责 五十负责 十负责 一直下来 成成负责 行政管理 圣经里面两个最出名的 后来都做得很成功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 很多用词 很多方法不是我们现代人 新发明的 只是名词可能是新发明 很多东西是在圣经里面 早就有的 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 约会怎么搬运 神早就在立法书里面 跟他们讲很清楚 问题是 大卫他一时可能 没有那么详细 可能只认为动机好 目标正确 大家都赞成 就这样去做了 就一段时间真的 你看他有迎接约会 有走一段路程 我觉得很容易造成我们 人的思维迷惑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晚晚认为说 如果不行的话 早就不行了 他还走一段路 继续维持一段路 我们今天要让 推行教会很多事工 就是要让教会 不断的前进 像这个半夜会 要不断的前进 要恢复那个荣耀 复兴 所以我们今天 光是在台湾的教会 我看 我们以前 长时间在总会 还有各地教会 如果说开会 去的会 大概讨论的重点 都是怎么样 去发扬福音 去传教 复兴教会 都是这个方向 不是说不好 就是说 你在探讨的时候 你要找到 你想说 让这个教会 在那么困难的环境之下 不断的前进 不是退后 是前进 然后不断的成长 或者恢复 我们常说 我们在恢复 使徒时代的教会的荣耀 末世教会是 恢复使徒教会的荣耀 而且要更超过 使徒时代的荣耀 怎么样开始 少数人 少数人 使徒新参第一章 一百二十个人 常常在一起祷告 然后到第二章 那个圣灵就降下来 开始 不得了的事工 他们一开始 并没有谈什么方法 少数人 一起祷告 同心祷告 得到圣灵 得到圣灵 也不是说 他们就 就很多 清楚的很多方法出来了 也是没有啊 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 人的想法 跟神的想法 有时候 并不完全一致 有时候会很接近 有时候 神 神往往超过我们所想的 但是我们的基本立场 我们会希望说 教会不断的前进 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兴旺 恢复荣耀 所以我们 我们以前 我们现在比较少这样讲 我当神学生的那个时代 那个早期 大概四五十年前 我们还常常谈到说 末世的真教会 是恢复 使徒时代 教会的荣耀 甚至要更超过 因为末后的神殿 要超过之前的嘛 问题是 虽然讲那么久 有没有超过 还没有 一天三千人五千人受洗 光是这个 可见的 我们都还没有 不要说什么 有东西大家分享 同一家人 那个还早 光是一天三千人五千人受洗的 我们现在还遥遥无期 但是我们可能相信 在更往后的世代 可能会出现 可能在最后将来 主要是再来之前 说不定也会有 那种状况出现 问题是我们说 名义上说恢复 不断的去推动教会的事工 问题是我们在推动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一点 就像大卫在这里所忽略的 他们都不觉得 大家都不觉得 然后这个车子继续走 真的有往前 然后大家很高兴 你看那个 扫墨记下第六章第五节 一路高兴啊 敲锣打鼓的 很盛况 我们今天在林英会 也没有那么高兴啊 你看 他真的太高兴了 又是大场面 问题是 里面包含的一个错误啊 没有人知道 一直到 第六节 牛失前提 那个扫墨记下六章六节 我很喜欢这一节 他这里有两个翻例 到了拿根的何场 牛失前提 或者前提说 或者惊吓 不管是 失了前提或者惊吓 两个翻例都不错 问题是 不顺了 出问题了 如果说牛失前提 可能 有人认为说 可能是牛就跌倒了 还是骨头 还是怎么样 不知道 如果说你看 他会牛失前提 一定出问题 后面的夜会 看起来可能要掉下来 乌撒才会伸手去摸 他一次给连锁反应 我们反过来问 整个故事 难道只是 乌撒多此一举 那个错误的手吗 难道只错在 乌撒一个人吗 不对 整体这个行列 基本的方法就不对 所以不能只是怪乌撒 他是个人 但是如果整体呢 你整体这个方法就不对 要显入整体的 所以神让牛惊吓 其实他显入一个问题 方法错了 你要恢复神的荣耀 不能用这个方法 这个是非利式人的方法 外族人的方法 那我们今天也不能只是说 因为外人有用 就通通不对 这个方法如果违背神的道理 不可以 就算他再好 不管这个车 再造得更大 更漂亮 但是还是 那就是模仿非利式人 第一个是模仿 好 有人讲 这个时代 对一个教会或者国家 你要生存 你要生存 至少有几个 里面有一个 你要有前瞻性 看他很美 前瞻性 那你一定要有创新 这个都好 问题是 你的前瞻跟你的创新 对信徒来讲 你不可以脱离了神道理的规范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人造的新车 这是人 智慧经验的结晶 人造出来的 不是神的方法 不是神的智慧的启示 不是 有关这个搬运 神早就启示了 用 用椰柜 用人抬着 他们好 可能认为 你用那个大木棍 就杠了 很大的木棍去抬 好像太落后了 车子不是比较进步吗 或者让人比较清醒吗 不管是让人方便清醒 或者说比较先进 或者更漂亮 或者跑得更快 他都是违背了神的道理的立场 所以他的问题出在这里 用人的力量 要来进行这个方式 这是第一个 基本上的错误 如果不是牛寿惊吓 这个问题不会显露出来 因为牛寿惊吓 耶会看起来好像要掉下来 所以乌撒伸手 乌撒伸手 要把他扶住 问题是 你进一步来想 如果真的 如果说可以 我们就算允许他 去扶他 他一个人力量 有办法扶住夜会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到后来 因为到后来 连环错误 所以我们在刚读那个 撒末基西亚六章以后 神因为乌撒这个错误 击杀他 太严重的错误 当场击杀死掉 而这个工作就停顿 停顿 我们再看一下 有一个地方 我下午要讲简单一件 不要超过时间 六章的第三节 这个很传神的 萨摩尔记下六章三节 他们不是把夜会抬出来 放在新车上吗 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 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 这两个 亚比拿达的孩子 因为夜会长时间在他们家 有人认为说 因为太熟了 就放肆了 常常看 没什么 可能是放肆了 现在他们这两个干嘛 赶车子 你说好 夜会放车上 这样搬运 已经错了 现在这个车 这两个人在赶 赶车是谁做主体 赶车的人 我在支配 我要让车向右 向左 就是我的支配 他现在变成说 人在赶车子 赶夜会的车子 人在支配 变成人的力量 全是大于夜会 大于神 所以为什么那个夜会早就说要用搬运的 你可以想象 搬运夜会 如果说我们假设四个人 好像假设四个人 他应该更多了 因为蛮重的 四个人 抬夜会 他用那个大的木条 抬起来 放哪里 肩膀上 肩头上 肩膀上 如果说 他那个 抬起来的那个夜会的 最底下有那个圆缓 让你可以穿过木头的 穿过穿过这样子 前后抬起来 他是不是要比人高 那人 那个意思就是 人是仆人 人是仆人 有时候我们看古装剧 不管是以前埃及的 或者中国古代历史 中国是可能做轿子 皇帝出行 做轿子 抬着轿 轿都比人高 比那些工人高 代表说仆人 在上面的是主人 所以同样的道理 台约柜 约柜是主人 台的人是仆人 立场清楚 那如果说赶车呢 赶车的人是主人 然后马 还有月柜这些 变成让我支配 意义不一样 那你看这两个 好像很神气 乌萨跟亚西耶 赶车 很神气 一下子就出问题 所以 有人说 为什么牛会惊吓 说不定感觉太过分了 也不一定 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事实 只知道事实 牛受惊吓 所以当场 乌萨被击打 这个工作就暂停 大卫就害怕 本来很快 很喜乐的 本来是侍奉神 迎夜会 很喜乐的 现在变成很害怕 然后不平安 如果说一个事工 得到神很大的祝福 他的结果应该很美好 很和谐 很喜乐 很平安 很长久的 他没有多久 就出问题 我要准备做结论 如果我们今天 在教会里面 为了我们的动机 希望教会不断的发展 神 再次再跟我们教会同在 得到荣耀 我们可能会想一些方法 一些方案 是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所认真考虑的方式 不是只是 人的智慧结晶 要怎么做而已 我们比较容易忽略这个 特别是对 对有经验 或者对 对知识分子的 领导阶层来讲 比较容易 流向这个趋势 而忽略了 对神的 的 依赖 或者说 按照神的规模 就是神的方式 去进行 我们比较容易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一节圣经 看一节 那个诗篇 147篇 诗篇147篇 147篇 看一下第10节跟11节 10节跟11节 他不喜悦 马的力大 不喜爱 人的腿快 11节 耶和娃喜爱 敬畏他 和盼望他 慈爱的人 这两节是一个对比 神不喜欢的是什么 马的力量很大 马力量很大 跑很快 下面 不喜爱 人的腿快 人的行动快 那是靠肉体 靠血气 靠肉体 所以11节 他刚好是一个对称 神喜爱的是什么 敬畏神 还有盼望神 慈爱的人 这是信仰的内在 从内在去灵修 去塑造 属灵的力量 我真的 可慕神 我尊重神 我敬爱神 我盼望神的慈爱 都是内在跟神的关系 建立很好 那前面呢 虽然马的力量很大 人的腿跑很快 但是如果说你是 建立在自己 自己的行动 自己的热心上 那神不喜欢这样 乌傻的手很快 神不喜欢 他违背道理 很明显的 无视于神的法令 那个法令不是后来这补上 早就定出来 那他如果说他 那么长时间 他都能够帮忙照顾约柜 现在出来 他这种态度 要去摸约柜 不对啊 难怪被神击杀 那我们觉得说 很宝贵一点 就是说 大卫经过这个事情 一下子不敢 把约柜就直接送到大卫城 他就先送到附近 别人家里 而别以东 而别以东 听说三个月 别人后来告诉他 三个月不得了 神祝福这个人家里 很丰富 大卫听了 他马上改变态度 所以他我觉得 大卫这一点很不错的 他后来再重新召集 在历代字上15章 他重新召集 他要把约柜真的运回来 他就告诉大家 约柜要用立位人来搬运 那代表说他承认 他上次错了 他敢修正 他不惜面子 我是君王 我犯错 他敢公开 应该要用立位人来搬 就我们没有 他也叫那些立位人的干部 首领过来 我们以前没有求问神 没有按照神的规定 所以我们会遭到神的击打跟行华 我们现在要改变 回归到圣经的立场 所以有人认为 可能三个月 大卫也有在检讨 为什么会失败 动机这么好 这个工作这么好 为了神的荣耀 为什么会出问题 他可能有回归 他找到原因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不简单 如果对我们今天来讲 你过去错了 赶快修正 不惜面子 然后找到问题所在 有人讲一句话 我觉得有同感 如果连大卫行都可以不惜面子 而且他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 回到圣经 找到正确的方式 那请问我们今天 会比大卫更忙碌吗 忙得连圣经或者听道理都没有吗 难道我们不能再回归圣经里面 找到一个正确的路径方法 耶利米书第六章 我直接讲十六节 叫我们要寻找古道 古道 其实我们来讲 圣经的道理 很早就启示出来道理 我们不要根本不重视 认为说新发明的东西 我们今天就很在乎 人新发明的东西 新车新什么 这一套方案是新的 以前都没有人设计过的 这一套去推行圣工 绝对很好 我们很在乎创新 当然需要创新 有生命力才有创新 问题是你要附带 不要脱离神道理的规范 不然的话这些都很可惜 那我希望说我下午很快 我只有讲中间一部分 很快跟大家分享 我们希望我们都跟大卫一样 很在乎神的荣耀跟教会的发展 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信仰 个人或者教会 成为一个空架子 视若神的荣耀 不希望这样 所以我们会一直想办法去 去推行一些圣工 我们希望我们所努力的 都合乎一些道理的规范 或许说我们从圣经里面 一直找出很多 其实神早就告诉我们的方法 不要去副裂掉 很多方法真的是很好的 即使在人看可能太简单 但是神就是有他奇妙的应许 只要你去看中神的话 神会为他的言语护责 这是相对的 所以我想说我下午就很快 用这一段跟大家分享 来唱诗 378首 378首